多次性侵被判重刑,出遇不到7个月,带着电子脚镣的阿全又再度施魔爪,在被害人小如的机车安装追踪器,对被害人说我可以让你走,但你要帮我生个小孩,性侵她时,小如要伤她的舌头,二省一强制性交位罪判金三年,安装GPS窃录罪判金五月。 台中高分院何一厅查出,35岁的阿全98年间因妨害性自主案件被判刑3年2月、10月、3月、7年2月因执行有期徒刑9年6月上诉后,经最高法院于99年间判刑定验,进入监执行后,于105年9月26日缩短刑期假释出监,于假释期间实施电子脚镣科技监控。 判决书指出,小如长相清纯,美丽大方,阿全因购物认识她,未能掌握她所在位置,上下班时间,居住地址等行踪,于106年4月初,见她将所使用之机车停放在她工作地点附近,及在她的机车安装追踪器。 同月21日晚间,阿全驾车在台中市区在小如至她的住处,期间不断对她表示希望与她友好的结果,被害人起身想要离开,她就对她说我可以让你走,但你要帮我生个小孩等雨。 经被害人拒绝,阿全其强行将她抱到床上,强压在她身上,将她内外裤脱至膝盖处,她反抗不从,并拉回起穿着支内外裤。 她健壮,人为罢手,动手解开她所穿着内衣扣环,再次试图脱掉她内外裤,因她极力反抗未能得逞。 期间小如趁她松手吃气,企图用脚踢她胃果,她就将她自床上筛到木地板,动手殴打她左耳后方,被害人以左手抵挡。 她拉扯她头发拉回床上,将舌头墙伸进她嘴巴,因她要伤她舌头。 阿全时停手未遂,被害人返家后,由家人陪同至医院验伤。 至5月3日,小如骑纯机车行进公园路停等红灯时,是遇阿全其重型机车停在她机车旁,遇拿润兵给她,经她拒绝并离开现场。 因她察觉有意,在前街机车避震器上巡货,GPS定位追踪器,并交由警方查扣。 而,报警巡线查获,何一听沈卓,阿全未能改正性别认真之偏差,充分理解与异性交往之界限,并在亲密关系建立之过程中,尊重异性之隐私,身体及自由意愿。 为追求小如在她机车上装设,GPS定位追踪器,以掌握她的行踪,又不顾她身上电子脚镣,要被骇人致她住处性轻未遂,予以判刑。 带着电子脚镣的阿全又再度施魔爪,还在被骇人的机车安装追踪器,性侵她时,小如咬伤她的舌头。 二省一强制性交位罪判今三年,安装GPS窃录罪判今五月,图报细资料照分享。